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知道殿下这么不解风情 现在还心系着别的女人 太子殿下 你是来关心我的 还是来关心安宁公主的 自然是来看 妹妹的 安宁公主醉了有冷北服饰 安乐醉了 就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怨叔和怨秦呢 他们都比较有眼离家 想让我跟殿下有独处的时间 所以就没有跟过来了 谁知道殿下这么不解风情 现在还心系着别的女人 那曲《安魂》 紫园幼时 也曾弹奏过 你平时看起来虽然大打咧咧 但你 能听懂这曲终之意 所以安乐 紫园不是什么别的女子 她的存在 便是家国往事本身 殿下自以为很了解面前的安乐 也很了解戴山上的弟子园 其实呢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让安乐 你真如这般安乐洒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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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安魂曲安排得实在是妙 曲忠悲壮之情 任谁听了都不会安心 安宁乃性情众人 听闻辞曲 吐露旧事 这是安宁最久时给我的 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你看看上面的金安二字 是不是当年我父亲 铸造钱币是写的 没错 如若当真如此 青南山一案之中 地下确实有幸存者 而且还在我计划已久的江南 那这倒是个好消息 我曾派琳琅 搜遍了西北每一个角落 都会发现幸存者 但唯有江南 江南是忠悲壮的地界 不便搜查 忠理文 幸存者 李家军名录 这江南 还真是个好地方 因此 大家